人最难控制的就是诱惑和欲望 当着自己的爱人说 你知道有多少男人等着我离婚吗 你居然敢说这样的话 胆子好大 视频里的女子是小杨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让图雷老师这样不留情面地骂她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她的丈夫张先生说起 还有跟一些异性朋友 还发朋友圈 酒吧里面 就让我觉得很难接受这种 等到大概晚上一点半的时候 她回来了 最心心的 我就简单地就说一句 你觉得你对这个家还有这份关心吗 还想不想在这个家待 然后她说 反正在外面等着我离婚的男人多的是 事实上 张先生和他的爱人小杨已经结婚四年多了 他们已经生有一个儿子 本来一家人 小日子过得挺好 但是他的爱人却变得越来越不在乎家庭 通常在外面和一些异性朋友混在一起 并且常常出入酒吧 由于小杨不断地触犯他的底线 张先生气愤地找到小杨则问他 但爱人小杨无所谓的态度 让他很无奈 所以 为了挽救这段即将失去的婚姻 着急的张先生找到了节目组 希望老师能帮他劝劝小杨 那他们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才导致走到这个地步的呢 小杨真是个水性洋花的人 刚到台上 张先生就怒气冲冲地开始抱怨 在张先生看来 他的爱人对他这个丈夫从不上心 否则也不会抛家妻子出去找乐子 留他自己在家又当低又当猛 但他毕竟精力有限 有时候也会精疲力尽 如果爱人能抽出时间分担一点 他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怨气 听到丈夫的抱怨和指责 小杨说 虽然他喜欢出去玩 但主要原因是 丈夫每天不去接他回家 否则他也不会那么晚回去 这样一番颠倒黑白的话 气得张先生一下子就火了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但后来他继续指责爱人和异性发生的一些事 他又跟一些异性朋友还发朋友圈 酒吧里面就让我觉得很难接受这种 等到大概晚上一点半的时候 他回来了 最欣欣的 我就简单的就说一句 你觉得你对这个家还有这份关心吗 还想不想在这个家待 然后他说反正在外面等着我离婚的男人多的是 所以这句话就让我觉得 他对这个家庭可能已经不那么在意了 由于张先生的思想比较传统 他不能接受爱人去酒吧的行为 虽然明白酒吧现在相对比较安全 但他还是不希望他的爱人踏足酒吧 但是他的爱人从不听劝 甚至还觉得丈夫的说的太多了 太烦 张先生说的这些让人揪心的话 那么他的爱人小杨会怎么解释呢 对于张先生的指控 小杨并不认为自己行为有错 他觉得如果不是丈夫态度不端正 自己也不会说了一些伤人的话 何况自己是去做生意 没他老公说的那么糟糕 那有啥正事 是必须去酒吧才能搞定的呢 我自己本身也是做着一些自己的事业 都是我去交涉剧谈 这样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吃个饭而已 我回家你就一直闹 明明看着我喝了酒 然后你还指着我来骂 看出来你对我根本就不好 蓝一决啊 就是在你的想象当中 什么样的老公就算对你好了 就在这个情景下 这种情景下看着我喝了酒 至少先来关心一下我呀 回来就找我了 有这个必要吗 即使主持人再三追问 小杨也没有直面回应 只能含糊不清地说自己是忙工作 这就让人看不明白了 作为一个爱人 既没有正式工作 又整天在外不回家 究竟每天是在干什么呢 即使小杨的回答不能自圆其谎 但他还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埋怨起了丈夫 让我是在外面玩 回家你能等我酒醒了之后 第二天来和我说吗 你为什么非要大晚上的 半夜起来和我闹 女生是觉得即使我不对 但是可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我们来争执 可能第二天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问题 你可能更接受这样的方式 是这意思吧 对呀 他现在就是 这些异性朋友还不算啥 他还认了几个干哥哥 没想到 以后那小杨玩得还挺开呀 别人认个干爹干妈 他却认了一堆干哥哥 还整日鬼与他们混在一起 不回家 有一次我去成都出差回来 然后我四点多钟到了家了 带着孩子出去玩一下吧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 我妈就说 她说小杨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 然后我就在电话里面套 问她 我说你今天下了班 就给她打电话吗 我说你下了班干嘛呀 我装作若无其事嘛 然后她说不怎么忙 她说我等会要去 我们干哥哥家吃饭 她这些其实都跟我说了的 然后我就觉得 你老往这个干哥家里面跑 你们的关系是不是走得越来越近 我就试探性的 大概就了解到了 这个干哥哥的这个房子在哪儿 然后等到七点半的时候 我就跑到干哥哥 他的这个房子里去 然后我就去敲了门 进门一看 就是四五个男的 就他一个女的 虽然没在喝酒 但是他在厨房洗菜 这让我感觉就特别心里不舒服 为什么 由于工作需要 张先生每个月都要出差去外地 因此孩子便没人照顾 无奈之下 只能请他的母亲帮忙带 本来以为有父母在家 爱人会有所顾忌 但没成想 他反而变得 更加变本加厉 直接和干兄弟在别人家晚开了 看到这一幕 张先生恨得牙痒痒 他都觉得自己头上一片绿 不管自己如何威胁责骂爱人 小杨都不以为然 完全不把丈夫当回事 该干啥还干啥 看着两人吵吵起来 主持人一看 赶紧出来压场 我问一句啊 哥没个嫂子什么的 别的意思就问问了 了解一下 你有娃对吧 两岁对吧 公公婆婆在帮你带对吧 对 正常情况下 先生不在家 先生在家 先生打把手 先生不在家 我讲有家的人 是不是应该先回家 照顾一下家 而不是跟一个 单身的哥哥吃饭 我意外认为 人的这种社交方式 是跟你自己 所处的一个状态 有关系的 你有家的人 是一种有家的社交方式 没家的人 是一种没家的社交方式 对吧 一人吃饱 全家不愁 对于小杨的行为 主持人忍不住 指责小杨 现在他是一个 有家事的人了 所做的一切 不该是首先 以家庭为重吗 为人妻就该有个 爱人的样子 不过小杨将所有 这些过错 都归咎于他的丈夫 他的性格一直就是 有什么又不听我说 又不听我解释 然后 每一次回来 就是和我大吵大闹 第二个就是我冷战 你一直不和我说话 那是因为你做没做对 难道你就做得很对是吗 你还不是会说谎骗我 小杨说 丈夫是个非常多疑的人 每当自己独自外出时 他就不听自己的理由 直接和他争论或者冷战 看到小杨做错事 还到打一耙 他的丈夫张先生 更生气了 可是小杨接下来的话 又是什么情况呢 还怀着孩子 那个时候就经常 骗我出去打牌 又我一个人在家 因为当时他怀孕了嘛 然后就整个脾气啊 这些都特别的大 可能有时候一点小事 没做好 他就要对我发脾气 我就感觉在家里面 我就相当的这个出气筒一样 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可以让着我一点吗 但是我让了很多了呀 你知道我不喜欢你打牌 好吗 我又不抽烟 又不喝酒 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 我不能接受到 是你骗我 你知道吗 你骗我就不好 现在还打吗 后来就是陈杜鲁上班了 也没什么机会了 据小杨说是张先生 曾经撒过谎 看着公众舆论 开始偏向自己 小杨继续抱怨 这丈夫的不好 为了避免矛盾 再次升级 主持人当机立断 打断了他的话 今天是谁说要来这儿的呀 我 来这儿干嘛呢 就是想让他改变一下吧 把这些心都放在咱们家里面 跟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 所以你心里是委屈的是吧 有点 你跟他们在一起开心吗 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开心 但是回家就不开心了 他如果不找你闹的话 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是吧 他不找我了 他可以 张先生也说了他此行的目的 看得出来 他还是不想轻易放弃 只是随着爱人的做法 让他变得无法容忍 所以 不得不把爱人带到现场 希望能得偿所愿 但是他的爱人小杨说 自己出去玩很正常 如果被当场抓住他出轨的证据 他才会承认自己有错 鉴于他们的情况 主持人直接向台下的嘉宾求助 那么他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老师们看看啊 一起进入秋比特风圈 张女士 为什么你老公一直阴阳怪气 你知道吗 他是因为吃醋吗 这不是本质 本质是什么 本质使你老公无能为力 他不知道拿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他所有的表达方式就是 我要跟你闹 我就阴阳怪气 我就冷暴力 所以这件事情 在你们之间要互相聆听 千万不要忽略了对方的情感需求 人是情感的动物 不要做没有感情的吵架机器 要做有感情的夫妻 陆老师认为他们之间的问题 主要在于他的爱人小杨 无论是对于丈夫还是孩子 他对家庭贡献太少 这原本就是错的 而张先生每次选择调解 矛盾的根源都是争吵 这种方法也很不可取 所以如果想继续走下去 那么双方都应该学会尊重彼此 在这方面 沙老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你嫁给他 不是基于你爱他 是基于你当时对我好 那这种好我现在感受不到了 我就要出去去寻找别的好 因为我在跟别的干哥哥在一起的时候 会使我心情愉悦 会让我变得开心 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好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一情别恋呀 我觉得这是对他的不公平 那他又做错了什么呢 你一直在说 我们没有任何的事 没有发生任何的实质性的关系 但你跟你那些干哥哥心里面 是什么样的感受 只有你们两个人清楚 只不过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 但这并不代表忠诚 沙老师的观点在明确不过 即便是精神上的不忠 这和背叛你丈夫是一样的 小杨是成年人 作为一个成年人 就必须尽好自己的义务 不能因为对丈夫的不满 就出去乱搞 这是不公平的 心在呢 人在呢 所以他希望小杨能及时回头 金牌导师 涂雷老师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语言是行为的道具 一个人说话 无论是他的笑话 气话 冲动的话 都一定程度上基于他的认知 你说 你知道外面有多少男人 等着我离婚吗 你说你这是气话是吧 是的 我认为你在表达你的实力 我有这个实力 我有这个市场 而且这种市场 这种实力 你是很自信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自信 一定有不少男人 表达了对你的青睐 要不然 你没有实力说这话 而让我最恐怖的 不是说你有实力说这话 是你敢说这个话 当着自己的爱人说 你有多 你知道有多少男人 等着我离婚吗 你居然敢说这样的话 你胆子好大 图雷老师的话总能直击忍心 抛开家庭不谈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外面玩得无所顾忌都是不对 但是小杨不仅不感到羞耻 还不断地作死 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他丈夫的底线 看着小杨的表情 图老师继续不客气地说道 你要知道家庭生活当中 最可怕的并不是有根据有事实的不忠和背叛 最可怕的是以没有事实 没有根据为由 堂尔皇之的和其他的异性 近距离接触 甚至是暧昧 当所有的事情已经神埃落定的时候 人已经不怕了 如果他今天抓到了证据 你信不信 他已经不怕了 他只是愤怒 而最可怕的 就是在没有事实根据之前的似是而非 是让人最可怕的 就像那个炮仗 爆了 其实并不可怕 怕的是烧引线的时候 所以 当一个人堂尔皇之的 自信满满地说 我跟他们之间又没什么 然后以这样的名义 跟异性保持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是这个人防线最弱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认知到这种危险性 自动自觉地 作为一个有家世的人 保持跟其他异性之间的距离 不仅是自尊自爱 也是保护自己 你真觉得你跟他们经常待在一起 不会有心源意马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清楚 对小杨来说 他无疑是在踩踏婚姻的红线 即使他反复强调说 他和外面的人没有关系 但是常在河边走 哪会不失血 因为诱惑和欲望是最难控制的东西 所以 作为一个有家世的人 应该很自觉地与异性保持距离 不仅仅是为了自尊 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希望他们在今天的节目中说清楚 这个加一个好好经营的机会 毕竟 他们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 听了几位嘉宾的评论 小杨真诚地向丈夫诉说了自己的过错 张先生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张先生看着他真诚忏悔的爱人 决定原谅 不为别的 只因四年的婚姻也属实不易 也祝愿他们未来的婚姻生活能如愿以偿 那么屏幕前的你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探讨 感谢你的观看